Activity本身的一个方法叫set title 所以你直接打一个set title set title的话 第几张 第有没有 加上什么呢 p 一定要加1 为什么加1 因为p的编号是索引 索引是从0开始 那可是如果你这边的话 直接放p的话 会只有1 那1的话一般人看 第1张怎么 那这个应该是第2张 那就不mage 所以把它加1之后 再写到这边来 然后再加上一个斜线 所以这边再加一个斜线 然后呢 这边有加个count count 就是说现在总共有几张的意思 OK 那所以这个count的值 会随着你放的图档 有几张 会做动态的调整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下一张 所以这个应该 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部分的话 没有太困难的点 再来的话上一张 那上一张的逻辑跟 下一张基本上类似 刚刚是什么 加加 把它改成什么 减减 就是p等于p减1的意思 减1嘛 对不对 那当什么意思减减减 比如说我今天呢 从54321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的编号 就是已经减到 比如说我减减 那如果是现在是已经0的 第0张了 那就是第0张 就是0的话是1嘛 第一张对不对 如果再减的话 那不就变成负1的对不对 那如果当你这边写法可以p如果等于负1的时候 或者是p小于0都可以了 两种写法都可以 那我怎么样呢 就是把p改成最后一张 有没有 那最后一张的索引词的话就是它的总长度减1就可以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写成 这样子写也OK 或者你可以写成什么写成cant减1 当然也可以啦 cant cant指的就是刚刚的那个总共的 那因为我们的正列的值 编号是跟长度刚好相差1 所以呢你把它减1之后的话 那一样再把这个值放过来 再把这个讯息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我今天按下上一张的话 那也是一样 如果当我再按上一张的话 因为它这个p的值是0对不对 所以在上一张就减减嘛 这减减的话已经是负1了 所以它小于0 所以怎么办呢 把这个值再减1丢过来 所以就会抓到什么 第五张 不是跟这样第六张 那这个值p的话是第五 OK 然后就上一张上一张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个简单的范例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秀图的程式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有个几个缺点 就是说你这样只能上一张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快速一点浏览 一般都会有个小说图 那如果说今天有个小说图 在上面 可以让我点选的话 不是更方便吗 OK 那怎么样产生小说图 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greview 一个是gallery 在那个我们的 Enjoy里面的话 提供我们两个比较方便的 存取元件 可以让你用小说图的方式来存取 那各有优缺点 等下再来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 主要你如果了解那个逻辑的话 要写出这个简单的APP 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 那里面会需要几个观念 正列观念规应该都有了 变数的观念应该都有 那就只是加加减减 把最后的那一个编号取得之后 塞给那个imageview去显示 那用的方法是set image resource 对不对 set image的resourc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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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